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虽然相当多人对UFO和外星人是否存在还抱着怀疑态度 但是不妨碍一部分外星人已经抢摊登录 在互联网上和网友沟通 外星人的与墨星人就有好几个推特号 这几年和网友一直在积极的互动 虽然与墨星人本身是否虚造和伪造的打个问号 但是他们确实传递了一些深奥的知识 此外还有另外一支活跃的灰人团体在推特上活跃 他们自称来自折塔双星系统 夹江是屁星球 它是距地球约40光年的双星折塔系统 较远的恒星的第五颗行星 它也是一个海洋世界略大于地球 大型带水壶的比例高于咸水海洋 他们称在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东部边缘的桑迪亚山下 做着一个外星设施 被改造成一个古老的隧道系统已经存在了很久 在过去的15000年里 它一直由屁星球管理 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外星人的信息中心 它们平均身高1米3 天生是夜型动物 它们的眼睛和我们的眼睛相似 但是有一个大而黑的眼脸 作为绿光片和保护屏障 它们的红膜比我们的大 有蓝色绿色中色金色和紫色 它们的视网膜能够处理地球人 也无法处理的视觉信息 它们的夜视能力很好 几乎是全彩色的 与它们的交流几乎百分之百是心灵感应 包括一些手势 当被问及为什么来这里时 它们的第一反应是 这一切都是为了水 并解释75%的地球外来客不会来拜访我们 相反 它们来这里是因为这里有丰富的水 探索我们的海洋 并与生活在地表下的有知觉的民族交流 它们说地球的官方首次接触计划 在2021年秋季进行 目前有32个国家 希望参加这个公开的庆祝活动 它们告诉我们 巨大的气候变化正迅速降临到我们的身上 现在我们星球面临巨大的变化 所有这些星期间的国家 都意识到我们地球人的时间 已经不剩多少 需要一些帮助 它们希望在事情变得关键之前做自我介绍 为了促进这一进程 许多星期症族通过心灵感应进行交流 2017年12月 它们将一本由它们编写的 提高心灵感应技能的入门指南 发布到网上 这里是中文版的下载地址 自2015年6月以来 它们一直在使用推特和网友互动 事实上第一次接触可能已经提前发生了 至少是民间层面的 有网友表示已经收到了接触信号 见据如下 更有音频可以作证 Candia's ET这个推特号也表示了认可 所以这代表这些灰人和人类的第一次接触 已经完成了吗 很多人认为外星人来地球是帮助人类的 而一部分人认为动机不明 甚至相当多是负面倾向的 比如途流的外星人 无论如何不是什么好的外星人 在人类的盟友书中 更提及外星干涉势力 试图利用自然灾难 介入地球以方便接管 总之这是相当复杂的局面 更需要谨慎的研究和理解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